手机签字架人呐 这么期待一种打架传动武器 支付箭第九十九场 打架器语物馆现在 开始 呀 是 你几人太甚 你别老夫 不客气了 台语长 你这个晚辈 你这个 我有老夫 你不想 走 那么恭喜了 我去到第九十九场 打架直天直战 四天后 便是咱们人舞的 哎第100场打架直战 直战 劝劝们 师傅 你居然在天气门 你怎么 我们师傅装的这么牛逼 你怎么还敢来啊 那跟你说 可能是真本质 但一层 咱们师傅都是装的 啊 这个小师妹啊 你刚来 有些事情 咱们师傅在这真正的武学大事 直播厌倦了江湖的大 所以他真真假假 不惧俗也 过语骂 只为天藏公寓的名字 是吗 是啊 还是看着我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空口机 还不赶紧准备上场 咱们天启文 今年的kbi 就靠今天一战了 这样的锤子啊 你没看到吗 这个打架主国野马 要带着这十极拳的龙武 来天启民踢馆子了 什么 这个要糟了 师傅 你不要了 这真是树大招风啊 不过 在为师的字典里 还没有怕得住 不用考虑那些 萧小之辈 赶紧上场 准备开打 早晚见独武 一拳 要为学武 哪里去 来我天启刀门图 我宣布 二零二四天启门 投赎仪式 现在开始 好 好 好 一群废物东西 师傅教你们的本事 都学到搜废上去了吗 来 全力打我 无非是我郭无忌的关门大弟子 这装模作样的功夫 对我八成功力 现场了 现场了各位 有想学武术的啊 到小师妹那去报名 我要报名 我要学武 我要报名 大家听我说 这次根本不是什么武道宗旨 他们就是一群骗子 什么 他们是骗子 哥们 刚才他们是真家伙在表演的 不可能是骗子 是 我在国外比武三年 回国后 很想学习一些古武术 提升一下 我花了两万块 给这群人学了一个月才发现 什么都不会 全是一些花拳秀 既能负败 骗子 黄金 何人大胆在我天旗们三眼 好公子 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武者大成 非数十年不可 你才练了一个月 就想一步登天 吃人说梦 老夫念你诚心求道 你再给我十万 我让你入门修行十年 保证教你真正的武学 如何 老东西 可以 这会儿 这会儿的工夫又紧张 这不像 要学的东西 我这老东西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这儿装 有本事 跟我打一招 要是把我赢了 你二十万 那就是二十万吗 你要是能赢了我师傅 给你两百万 小伦美 这可不行 咱们一个月才挣 到二十万 打来到二百万给人家呀 咱们派这么穷 小子 你还是不懂 什么是真正的武学 真正的武学 可不是花拳袖腿 而是杀人地 去你大爷 杀人地 今天 揭穿你这个老东西的真面目 什么 棕色壁股 这象征着赛权 刮断的实力啊 东西 这不得把他们抓死 要不说还是不见对的 这当着自己的照片挨打 多丢人 说过多少遍 这钱多少 我死都不弄的 小带 老夫是不是说过 武学是杀人计 老夫若是出手 你就没命了 所以 让我的徒弟 给你过两周吧 那不是 太好 这下能看到大师兄金子出手了 今天你也见不得了 这位大师兄都已经震天了 小主位 您是太年轻了 这不合适 非亲非故的 不逢年不过节的 你只给我跪下 我也没红包给你 骗子 果然是骗子 战权大师这是在向神祈祷 获得比赛胜利的仪式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还敢在这招出悬谱 拥下才炫 他下去 你担一担 大师兄残废 哥哥哥 我把钱对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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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换手 你这样会被打死的 我都说了 你今天看不到大师兄传手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 他 杀一辈啊 师父 我不行 好 徒儿 你再坚持坚持 人中二脉 马上就打通了 我东西 你这是成者的必须生物 大师兄 我出手有分子 这小子 死不了 不过 肯定会终身残辈 哈哈哈哈哈哈 放肆 嗯 敢当着老虎的面 欺负我 徒儿 老东西 终于忍不住了 跟你大徒弟一起 攒飞去吧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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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居然真的是在藏着 没想到分实力 居然 这么厉害 敢敢在我天启们的收徒仪式上 杀杀也真是不资死活 来人 把你大师兄抬下去救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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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小插曲啊 不能影响了大家报名的热情 报名点就在那里 大家赶紧报名去吧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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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徒儿啊 都快为师啊 不敢让你打泪 现在都成植物人了呀 那我这工钱 你给借一下吧 小哥 让你来演场戏 没想到你我来真的 你敢把我拖儿给打的 都打成植物人了 你还好意思来要财 不是 郭叔 是你说你土地抗奏 让我下手重点 不要手下留情的呀 我是说他 能叫他重点 但是 你 你也不能 重此类打吧 是 工程 我真的给你一半 你 那你要觉得不合成 那那发听见 行 这次人灾了 赶紧走 他一点都不想看我 哎呀 妈的 这次下手是真重的 插着额上了 啊 人都走了快起来 老东西了 你是在手上的不够照照啊 我还不知道你在手上 大师兄 大师兄 你 你怎么样了 小时辈 我的命 好苦 啊 上岁没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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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岁没了你啊 不啊 不欺负三十岁的人 连女孩子的嘴巴 是什么味道我都不知道 小时辈 你能不能走 我的女朋友 让我轻易恐怖 大师兄 你心里 你如果是 你答应我的话 我这四位也不会 你答应的 呸呸呸 好好好 我答应你 答应你啊 小时辈 小时辈 大师兄 你别看大二兄 啥也不会 但他真的特别抗逗 大师兄 是吧大师兄 不愧 你 死成名 你敢骗我 就站住 哎 师兄 过几天那个他家主播 民主叫来了 到时候你就会为拆砖 咱们就变成过去老鼠 人家喊打 打住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到时候他们来了 哎 哎 放你大师兄 我和他听过来啊 牛母可连真大师刘青零都 突然那样 不然大师兄再能扛 那 你得被玩完 这三天后 是你大师兄 三十岁什么人 这是他大同神多二脉 最后的机会 这 又扛他过去了 他能一飞冲天 又扛不过去 那 腹体成仙 老头子 到这时候你还得忽悠大兄 看我打死你 别喝 龙王 我偏打非准 这钱 你拿着啊 后天打假偏钱 一定要这 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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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我做打假直播 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 你最恨打这五学名号 超洋撞骗 同时 我要让世人知道 传统的学奏 被时代 现代 才是真正的 强者之道 嗯 侧人脑子入了灵 别想到我要 这几天别来打入我 后天我会让天起 没上下 全都掩面扫 人才啊 能干 还不要钱 你妈 以后费什么 不够糟糕啊 是 崔总啊 你看 崔总您没什么事 我今天 等会儿 你跟我去趟马大师呢 啊 哎 您说的是 打遍男手无敌手 会员太极权的组织人 马上赢 每次 就是他 只要马大师在 打假天起门 我的老师 哎 不至于啊 崔总 这天起门 他就是一个 招摇撞变的 真片子 假大师 这有龙武在 就完结就够了 天起门没你 他的前身 是天下第一大 他的上一任宗主 乃是正国龙皇 只是 崔总 乃就是天起门 天人编造作为谎言 下你不相信 硬可信其中 不可信其中 不可信其中 我通听他怎么教你 教你的去 你去找一些 记者 虚招成事 成事造的越大 到了天起门 非有最大残难 时候咱们就会获得 更多的流量 和更多的 money 哈哈 靠北卡 哎 绝不 必要是 可以用一些极乐的手 来让这群人 轮回飞 老东西 这个我马上就打什么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这些老东西上下 赶紧跑啊 都跑来不及了 混账东西 祖师面前 也敢造势 还不跪下 他呢 跪一个机会 跪下 为师跟你说了多少遍 今天是你打同人多而迈 最后的机会 如果失败 你这辈子可被你走 我就废了 师父 这都多少年了 你就不能换了这次宽屋 为师 说的都是真的啊 是吗 五岁的时候 你给我整了会儿 翔龙十八掌 是那个点成的 说能打同个任多而迈 让我哭念书 十岁的时候 你给我整了会儿 打倒不得要用 说能打同个任多而迈 找我 根本离谱你的事 五年前你居然给我整了会儿 三年爱大百年神功 让我爱了整整五年了 说能打同个任多而迈 还有这些 做好的任多而迈呢 做好的绝对神功 现在人家打上门了 死到零头了 你还在夸我 我怎么怠惹你这个人的事 你什么野兔 你是要气死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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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住手 市集拳都穿龍武 前來逃走 我們既分高下 也決生死 完了是嗎 世界上可能急時間速度到水 你已經超級高等我分更無法戰勝 慌 咱們 還有殺手剪呢 什麼東西又想哼我 味道沒有 哎呀 完了包袱掉地上 前面你就相信我一次 我保證 住一次 啊 啊 年輕人 我天啟門成立至今已有數百年 從來沒有一個人敢來撒野 你 生真不怕死嗎 我說過 今日 既分高下 所以不是你殺死 就是我殺死 姐姐 我們見你們和你無緣無衷 不會說老師找我麻煩呢 經歸 你們都是一群騙子 打著武學大師的名號到處 我老我這輩 最痛 就是你們這種打獎賽的 喂 你跟男人婆說誰是騙子呢 我告訴你啊 我大師兄前兩天和太拳八段的高手過招 連手都沒有煩一下 光是硬扛就把他給累死了 你還敢說我們是騙子 你是不是眼瞎了 小師妹 想死別戴上說什麼呢 大師兄 你還是不是個男人啊 不是 你是不是我們天啟門的大師兄啊 天啟門有的 你怎麼能獨立即生呢 好好好 我到底有 還有我師父 前兩天就是一巴掌 就把那個泰拳八段的高手給打得吐血流鼎 你這小村官 能經得起我師父和大師兄的折騰嗎 哎 小師妹 謹言慎請注意措辭 什麼叫折騰 這請問我們兩個人 小子 你別怪我心裡很熟了 來 你打我呀 你打死我 你打我呀 找個包袱躺下 師父拿手機派他 他只要敢打我 就告他故意上人一圈 什麼 好小子 哎那也是你呀 來來來 你呀 我這叫以錢之道 管治其人之身 哎來來來家人們 我這裡拍他拍他 不是我這裡 哎家人們 哎你們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啊 這你們什麼酷皮大隻啊 真正一群 那酷皮無賴嗎 還不過家人們 還不用著急 哎 接下來看 解馬哥如果怎麼這這幫騙子無賴 你沒看過 Payla 又郭大師 我又見面 啊 你可別亂說啊 老夫可不認識你 是嗎 小子 你呢認識我嗎 認識你 你是誰?amba 我兒子還是我孫子 居然個孟 我等著 各位 挺狂的 我沒來延長期 沒想到你不來真的 你敢把我徒兒給打的 都打成植物人了 是你說你徒弟抗奏 讓我下手中的 不要手下留情的呀 你也不能做生意打嗎 公正我 等給你一半 我聽到了嗎各位 這老公騙是個騙子 小公屁同樣混蛋 說什麼被我打成了植物人 還要扣我公去 活蹦亂跳的樣子 各位看看 像是植物人嗎 偷偷 師父 大師兄 你們居然真的是騙子 小師妹 你聽我講的這解釋啊 我 我不講武德你 不好意思 我不是什麼大師 我只認錢 兄弟 放心 你能勇敢的站出來 才抓他們這個騙子 我答應給你們報仇 一番的回仗 老東西 你還真是個騙子啊 對 你們這群騙子 不得好死 大師這群騙子 快走 你們這群道貌黯然的上頭人 每天只會消費我們底層人民的苦難嗎 蛤 我想亮 是我師父走垃圾桶裡撿來的 我們不去鑽錢 你們來鑽錢養他嗎 還有他 如果奇奇 從小就是個顧問啊 如果不是天氣沒收留了他們 給他一口飯吃 他早就被餵了 帶走 欺負 還有 家人們老鐵 三歲沒了 第四歲就沒了 娘啊 如果不是吃不瘦 我早就被野狗給叼走吃了 我們賺錢 你們來賺錢養我們嗎 你們還是你啊 生日 那你們也用不著騙人 什麼叫不用騙人呢 他們就是在家裡被探紳士 老鐵們 多別信他 多別信他的 他們啊 就是來消費咱們大眾的善良 來壞他們的暴力啊 像他們這種人渣 就應該被千人罵萬人大 何入不了家門 死是入不了祖墳呢 你 我今天就讓你看看誰 才是那個消費苦難 踐踏別人尊嚴的人渣 你 你不是要比試嗎 來呀打我呀 來 打我呀 投了 這一天我就去廣大受害 教訓你 哎我還沒走 哎呀 別過去我能感覺到 你老頭子 我打牛的外面打死了 你還帶上胡有人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你徒弟已經報廢了 給你了 臭娘們 給小爺我脫走 你真是大不死的小姐 那就讓我看看 到底有多少實力 住手 啊你住手啊 這片 那就啊 啊 你叫什么叫 你以为你是变身人的你 不好意思这样 这就是你们天启门的视频 一群妥姬 老骗子 赶你了 我告诉你啊 老朽曾经历过旷世一战 现在还有一天 很与你动手 要不再坐下来聊聊 骗子配 手丝吧 住手 可以如我 爸爸 甚至可以达你 但是 不能住我师 弃我师门 更不能毁了我们这群孤儿为异的家 所以你们现在要滚 小猫 大师兄 这怎么可能 他都已经被打残了 还能爬起来 成了 仙人成不起我呀 这小子的人多二脉 还真被打通了 老子 你怎么都得搞什么 别留住 还能扶他 还真让我意外 你给我大废了还能站起 但也到此为止 可是这么真磕的 好徒儿 你不用怕他 你现在人多二脉 已经被打通了 你现在无敌了 上 看他 这老东西 到现在居然还想 他是在告诉我 这时候不能死 哎 走 这时候 刚才装的一句全美 对方绝对会直接 破诊 全面 你退我动真狗的 破老娘们 我告诉你啊 刚刚是小爷我留守了 你失效的话 现在赶紧滚蛋 跳不然 别怪我乱 什么催活啊 你做什么逼呢你 哎 那家人呐 哎 我们龙武 那是武的高少 刚才破识 我刚才东西 他们都在脸里拔了 他还可挑戏起来了 那可就别怪我们龙武 全力爆发 把他给我打成死狗 对了 龙武加油 拿着他 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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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你别怪我们 你快走 小四妹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除非 我 他是想 喂爸 把他救我 这个月 大家还需要加把劲 好姐 老婆 老婆 琪琪在南省正常被人欺负了 你的老眼是瞎的吗 什么 小姐在正乎 出去天体们 把琪琪给我安然无恙的带来 否则 你也没有回来了 发生我几天新闻就上去 这让你好好看看 能不能动他们 受死吧 过来 我 我说过事 我这缠你一个事 我这一群都能撤尾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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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家人们 这小子他怎么可能他打配龙武的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给我起来你 小亮 刚才 是大师兄的龙武打没了 好像是吧 干的漂亮 好屯儿 我就说了吧 你现在无敌了 现在该相处为时了吧 老东西 我都快要被打死了 你还在这 什么情况 我都没动手 怎么着飞出去还吐血了 你半竹吃老虎也就烦了 是我的虎永远不是太善 我忍在 有不上 什么羞辱我 怎么就半竹吃老虎了 怎么羞你了 怎么如你了 真莫名其妙 你能打打 打不了赶紧滚啊 不不不 我可没时间陪你在这 胡咧咧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 你 哦 碰屯是吧 纯碎的碰屯 各位看好了 我可没动他 他自己飞出去 现在还吐血 跟我可没关系啊 嗯 他们 不会是 真的想碰屯吧 看 可是我们看的是 大师兄把他打回的药 可是大师兄也不会是在打药啊 这 严马主播 你们是到底怎么回事 难不成真像那小子说的那样 你们是来碰瓷的 我跑你大爷的诚 哎 其实下人呗 呃 大家别相信啊 我们龙武 哎对对对 我们龙武那可是 连打了九十九场了呀 这新生 爷的旧伤 刚才不过是伤势突然爆发 我那小子假的乱了呀 家人呗哎 哎对对对 大家可都听到了啊 是他旧伤复伐跟我可没关系啊 可别赖我头上 行 你别得意啊 哎 下人们 我们今天的打价 可还没结束呢 咱们继续点赞啊 点赞点到三十万 我们现在马上有请 马上赢 马大师 有请马大师 哎 来家人们来看看哎 没完没了 老夫马上赢 咱们哪里叫 牵起勾勾 什么 竟然是马上赢 小梁 这人什么呀 他 没什么 没错 他可是会员 太极拳的传统人 也是气功打师 别说咱正成了 就是整个南省 就没有一个对手啊 这 这野马 搞什么名堂 先是找了 什么文武来听 就找了个什么 气功打师 小子 你要是实现的话 哎 现在会到 这个直播现在进入战 对全国观众 做骗子 磕头这做 还承认你是这些 骗人的这些行径 要不然马上 女人天气 可继续回来了 这马上 这下怎么办 有了 嗯 野马 本来我看在你 我都是同道中人的分身 决定给你留几分薄面 才说那龙武不是我搭的 可没想到你竟如此 不知好歹 好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那龙武就是我打倒的 嗯 细功确实能够达到如此地位 不过如此的武道强者 整个南省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马上赢 而你 也配成自己 如此强者 谁给你的勇气 没事 我给我马上就有事了 你看那老东西是真狠的 风险来你自己人的王子 我这天 这马大师也太厉害了吧 随便跺一跺脚 就把人踢那么远 假人呐 这真是百分不如一见呐 今天 可算是见到这阵子的高手了啊 马大师 您快出手 他才能有一个 完全能感受的 能有乾坤呐 师傅 这马大师这么运 一会儿他什么 不是他什么 那都完蛋了 阿明的任督二脉 刚被打通 很多功法招式 都还没融会贯通 目前 确实不宜和这位高兴 哈哈哈哈 马大师 幸会幸会啊 您这德高望重的 怎么给小孩一般见识 这还有 千万不能跟这些 拿着搭架旗号的 无良祖国一起 咱们呀 大侯员 品名论武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天启门 是不是江湖骗子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可以跟老夫 玩论道 你们四个一起上 今天老夫就要让你们看看 在真正的武学大师面前 你们这群骗子 你究竟有多么的废物 今天老夫就要让你们看看 在真正的武学大师面前 你们这群骗子 究竟有多么的废物 我看谁敢躲我们骗起门 小师妹快吧 带着师傅的下辆 这有个顶着 留得清晨 怎么把没拆收 大师兄 作为已够了 这儿就交给我吧 本来呢 我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你们的轻蔑和侮辱我 错了 不装了 其实呢 我是大厦首富 上京陆家的千金陆奇迹 看白了 武装 现在 你 敢不敢欺负我们骗起门 怎么可能 陆家不仅富可敌国 其族内供养的武道高手 不计其数 就算老夫去了 也只能排在墨 个骗子 怎么可能是陆家的千金大小姐 大公姐 这小师妹怎么也被你带高典了 他现在装的 可有你八成功力 他才来多久 我怎么可能 把咱们团队的核心理念交给他呢 他这可是自学成才 你如此可教啊 天赋一名 家人们 你们说的对啊 就就这个 陆家的千金 给我呸 是吗 那是 这陆家千金 怎么会和一群骗子一起行骗呢 还请您出手 荡青南生武林 请马大师出手 荡青南生武林 好你个黄猫鸭 竟敢骗到老夫头上了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就先拿你开刀 受死 住手 谁敢动我陆家民出 谁敢动我陆家民出 我家男生总负责人 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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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 老夫不过是打假一个天启门 你怎么还过来亲自关了 称是 折煞老兄 对啊 你们说的对 你马大师的身份 主老来管理赛草子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吧 打假 你的意思是 天启门的这些人 都是你打假的对象啊 没错 他们天启门的人就是 真骗的假大师 你不知道 就特别是这个 丫头骗子 没来这些 他可是梦中 他可是 说 是路加大小姐的 还说别的 壮死 你打我来啥呀 啥你 帅放肆 啥 父老 你难道发的 真的是千金大小姐 误会了 可父老 这一切都是误会 好久 小师妹 你真是上京路加的首富千金 如假包换 福伯 这群的狗东西 欺负我们天启门 他还打我 你快点 咚咚咚咚 抓起来 两人 把这个冒充我路加千金的女骗子 给我抓起来 小师妹 你怎么很紧 连自己的人都骗她 别动我小师妹 你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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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 主播 你想干什么 你造反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跟我爸说 你能跟你算上 死到临头 我早上做事 走 小师妹 小师妹 师妹 妹 我就说嘛 路加的千金大小姐 怎么可能跟你们一群交鼓骗子混在一起 小子 你得我站着 我站着呢 没错 各位都看见了啊 直播间的人也都看见了啊 就是这群人 骗子的嘴脸 他们不仅仅 反莫通是给武学大师 他们居然连路加大小姐都敢冒充啊 你说 这还有什么骗军事 你得你去过来啊 老 全都怪你 要不是你出来骗人 那小师妹能被他们带走吗 我告诉你啊 小师妹要是有三长两个 那 是不是他自学承担的 关我什么 哎呀 师父大人兄 现在想让咱自己吧 偏一会儿被打成路匠了都 你们天启们还真的将行骗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要不是路加的福老 过来看老夫打假 有可能老夫真的就被你们给骗了 为了尊敬你们的骗术 老夫决定打断你们的四肢 然后让你们给天下人下跪 磕头谢罪 走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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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师 咱们都是习武之人 得饶人处 且混账东西 跪下 师父 这 这能够提 你这个 马大师 马大师 你怎么了 请请请请什么 什么情况 这马大师也飞了 刚才明明是马大师马上就要把这群骗子开飞了 怎么一传言他自己飞了 哈哈哈哈 好徒儿 还得是你啊 真是不到关键时刻发挥不出来你真正的威力啊 老东西你又说什么胡话了 什么威力了 不是他怎么也躺下来 这什么情况啊 马大师你不行 你怎么给钱 你给我干啥 小马 他是自作自受 他拿着打假的名义 要把我私利打呀 我告诉你 那是全是要我们的命 我徒弟 那是真龙护体 打上去的力度有多大 反正就越大 他呀 不死 也得废 这家人不可能啊 这绝对不可能 马大师怎么可能会败给他们这些骗子呢 而且你的哥们可都看到了啊 那小子 你马大师什么可能会败啊 不可能 我们天启门可是真正的 老东西你可避讳吧 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装逼 你看他老头快死 他要合成什么种的 各位都看好了啊 我可没动手 是他自己倒在地上吐血的啊 跟我们天启门可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是正经的武学门派 我们从来不做那些欺负老弱病残的事啊 那那他怎么自己躺地上了 不是吧大哥 这都看不出来啊 刚才那什么龙武 这个什么老头 这是纯讹人啊 他们其实才是假大师 打着打假的旗号 请了一群什么所谓的大师 赚黑心钱搏流量 要我说你们这些网民啊 也是没脑子 被这种人牵着鼻子走 你血口喷人你 血口喷人 你以为我们天启门是假大师啊 那你就错了 我们天启门 那可是正宗的武学传承 他们打不过我们 就自己假装吐血飞出去了 想和我们天启门呢 告诉你 天理昭昭 朗朗乾坤 作恶者 就自食恶果 原来他们才是真正一群 骗黑钱的人 该死骗了 耍得我们团团转 让真正大师无路可走 大家一起上 该死骗了你 我不是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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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 我 死我 呀 福伯你今天为什么要说我是冒充的 大小姐 你可是堂堂正正的路加大小姐 怎么可能和那些江湖骗子混到一块呢 再说吧 骗人的事情如果公布的话 要成何体统 老奴这么做 也是为了小姐的体面 为了咱路加的脸面 那你也不能把我强行带走啊 快把我送回去 我要去救我师父和大师兄 小姐 你要记住 你和那些江湖骗子 没有任何的关系 老爷知道 小姐喜欢吴轩 迁向全世界发布了英雄体骗 广招 全世界的小路青年才俊 三日之后 举办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目的啊 就是为了比小姐择序 坠序 比武大赛 那不就是比武招亲吗 这都什么年代啊 武蔑快把我送回去 快点 李克会进 傅伯 我师父和大Super要有什么事 我跟你们没完我 谢谢 招下来 要我说你的四个年 不去当案件都屈材了 哎啊阿明快 快快快快来看 快来看 什么 大厦武术协会发了邀请通知 邀请咱们天启明参加三日后的 天下第一舞蹈堂会 而且 拿了冠军 还有一个亿的奖金呢 师傅 咱们去不去 去去去去 去什么去 去 刚把打假碰瓷的 赶走 你们就不清楚自己几斤比两次吧 靠自己三脚猫那个功夫 都嫌自己命太长了是吗 去 必须得去 你是嫌我 我太长了 你这么扛揍 是吧 谁能打死 这也说了 还有一个亿奖金呢 到时候咱们拿到手 想干啥不行 那也得有命拿才行啊 那可是全国武术大赛呀 去的人 那全部都是牛逼的人物啊 这咱们几个是三脚猫的恐慌 他不清楚 你们也不清楚吗 喂 此言差矣啊 你以为只有为师是骗子吗 你看那些个假大师 哪个不是 就那野马还连朝九十九场 还有那龙我马上赢 哪一个不是一个比一个吹的牛气 是不是 你就这样 那他们什么呀 那你你都忘了吗 有这套利啊 不过不去 这种玩命的事 你别想让老子干啊 谁知道你要下什么票等着我呢 啊哈哈嗯 嗯 无愧是我关门大弟子哈 至金钱如圣徒 钱你可以不要 那呢 小师妹呢 小师妹 关小师妹什么事 刚刚发来消息 小师妹对他家人接走了 说 要让他嫁给 五道大会的冠军 嘿你可以选择不去啊 是不是 到现在咱们去 嗯 喝他个喜酒 再随个礼 穿去啊 我必须参加 不为钱 不为色 废的就是将我们天启们的传统武术工学发扬光大 死喂着他 毕竟我是打不死的 对 我也得把他们喂死 哎 郑总 我 小崔啊 哎 郑总您千万别撤资啊 我们公司真不是骗子 喂 郑总 喂 为什么这个小时候都干不好为什么老子要去打抢你还把老公公司打过假的了 郑总 王总 李总 你让我怎么办 你知道老公赔了多少钱吗来你看看我嘴上大炮 哎 你给我背 啊 齐桑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马上得如我的突然给我的闭嘴 哎 我弄死 你弄我 容我说去天敏的外师不可咱们装险子 你臭娘们 把我公司搞成练习风 好 怪不得干得清晰的 哎 师傅 你怎么有那么疼痛 你现在动身去上厅 参加后天的五道大会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必须把冠军给我拿回来 师傅 这五道大会冠军 这是噱头 啊 干嘛呀 不该问的别问 做就是 天启门也在起列 什么导致啊 天启门也配全家这种比赛 天启门也配全家这种比赛 我都得亏你 刚好 好给他撑 你说到时候 他的全天所有人那边 赶紧可得道歉 哎 哎 说了主意 后天 我要让天启门这帮废 吹他妈死在里 还有一个龙女 这种比赛他呀 如果在现场看着 我明白 什么干活啊你 啊 啊 啊 小同学 什么天内长呀 我说都练了一天一夜了 别说天雷了 连个小店糊了没有 这天雷长啊 虽然难练 但正是至刚至阳的功夫 只要练成就能激发你 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功夫 到时你就能随心所欲发挥 他们真正的威力 老东西 你不是跟我说天雷长是提升抗击打能力为了舞蹈大会用的吗 怎么今天跟昨天说死不一样啊 出漏嘴了 师傅大师傅好了大师傅好了 昨天那个踢馆的岛国美女又来了 什么 她在哪里啊 郭师傅 我妹在死 你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我昨天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啊 郭师傅 我是来向您拜师 拜师 郭师傅 我知道我昨天对您的冒犯实在是没资格来拜师 可我实在不感谢 我原本以为现代武学才是真正的王者之道 可自从和大师傅交手之后 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学之道 所以请师傅看待弟子诚心求道 本身 受我为徒 拜师 这 拜师好啊 你 老夫看你是可造之才 也很想收你为徒 可惜啊 我这租路门经费不足 实在是 什么情况 你明明就是有钱 你说啊 我到大会马上就开始 讲究一例 别再给他 那个龙武啊 我们马上要去上京参加古道大会了 没时间跟你在这拜扯 你你你这一场 师傅 大师生 就算你们不认我 我也认定你们了 我龙武从今天起 就是天启门的人了 小五那哥们没有 给我回去 给我回去吧 爸 不回去 我已经拜师天启人了 拜师 我德小家族 确实打过第一武道世界 你拜了什么事 现在 家族都知道你 被人一脚开会了 还嫌不够第二人了 给我回去 我不 你 是 你不是认为 鼓舞不行吗 大家陆家 即将举办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只要你给我回去 我可以去参加 见识 你最会看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武道 武道大会 师傅和大师兄 他们也要参加武道大会 他们肯定不打不听 大午可以从家里去 不就能和他们一起参赛了 爸 我跟你回去 你这是干什么 吓得这么长 我告诉你 别给我耍花脚 我也不会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不会参加比赛 你还不是不来救 到时候就逃婚 然后去正乘打死 大师兄 哎 是不是那套东西去哪了 这都到武道大会门口了 他人不见了 不知道啊 刚才在这儿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你在地下找什么吗 徒儿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为师若是在此处露面 必会给你们带来无情祸患 但是算了不找了 那老东西不知道要去哪了 走 咱们先去 白个人 成都先开 跟我们小学院了 能了小便 你刚刚到我家转路 公开 小师弟 怕这就 没事吧 站住 站住 你让本少爷站住 对 就你 给我小师弟道歉 道歉 让本少爷道歉 小别三 我们少主可是岛国第一武道世家 德传世家的继承人 德传龙兴 你们敢当我们少主的路 我看你们是活泥崴了吧 若是大下人道个歉也就算了 但你们是道 国人啊 这道歉可不能算 还得赔钱 可以啊 小子 在本少爷面积 这么行 来人 打断这小四的双腿 让他看看 自己得罪了什么人 是 陆家的 陆家的人呢 陆家的武者呢 站有人扰乱舞蹈大会 谁敢扰乱我陆家举办的舞蹈大会 就是这群岛国人 他们不行 扰乱舞蹈大会 随意查队 更是出手伤人 他伤了我小师弟 这简直是 大半天的 无法顾点 原来是德传少爷 您这是 怎么 我干什么 还需要向你请示 不不不 德传少爷 您继续 小子告退 你个狗汉奸啊 站有人扰乱舞蹈大会 你不管 信不信我举报你啊 你再敢扰乱子 一个试试 这里 是强者维森的舞蹈大会 没实力 只给我滚 若是敢给乱子展示 老子弄死你 他呢 本少爷都不行 一世都不一样 敢在本少爷名字 你 没有 看来 现在只能拿出 我天启们的看家本领了 本来想以 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 全你们已是压人 既然如此 我摊牌了 我抓了 就让你看看什么 叫真正的事 你可知我们来自哪里吗 哪里 天 起 门 什么天启们 你们听我吧 看来 大师傅是觉得 这帮老外 不知道我们 小小天启们的底细 所以打算 忽悠他们 就凭你这种 孤陋寡闻的 岛国垃圾 没听说过天启门 那是词 实话告诉你吧 就连大厦 镇国龙皇麾下 第一宗门 天极宗 遇着我天启门 都得理人三分 就凭你 别敢在我大厦境内 仗势 欺我天启门人 你好大的胆子 别激动 少爷 他们知道你是 德川家族的少爷 就连那个小孩 他都对你丝毫不惧 肯定打油来头 不吃眼见贵 要不要往前低个头吧 是啊 少爷 这里可是武道大会 来这里的人都不是擅长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二位 天启门的等于 刚才 都有冒犯 还叫二位 还叫 你垃圾倒什么欠呢 本人 这是天启宗 大长老的 坐下弟子 非敬名 你们两个天启门的垃圾 有什么资格 侮辱我们天启宗 崔姓 你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野马 直播的幕后老板 出警员 你还挺了解的 前几天才在我们天启门闹完事 今天你呀 大老远的过来 拆我谈呀 拆你谈 你什么掌子 你配吗 我就告诉你 弄死你 我指着顺带 你 崔石球 在下 德川龙弦 我爸乃是岛国第一舞蹈大会 德川家族 附近 莫没委屈 刚才您说 这两个骗子 怎么回事 德川兄啊 你有所不知 我呢 从市门出来之后 弄了一个直播工作 专门打假武道大师 就这小子 和他们那个天启门 就是心中之一 你竟然敢骗到本兽头上 是好大的胆子 今天 总要让你们神不如死的 还请您 把这两个狗东西 让给我 让给你 也不是不行 但是 那大老远是 留他们一口气 我也要收拾 接着气 放心 孙师兄 不会让这两个狗东西 快行一死 大师兄 他们人都是状 我们还是 神经病 也是淹死 这 你吃着又出我们 天启们的 独门之间 来人 把这两个狗东西 给我拿下 搬下 既然你如此 不是豪端 我也只能让你看看 天启们的 全正实力了 说 杀 小亮是现在 小亮 怎么了 小亮 大家都来看啊 这个德川家族的少爷 把我师弟 我 我 打 死 啦 小师弟 我 小姐 你这又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 要杀啊 得川大哨了 我小师弟 连5位的门都还没有进呢 就快被人给打死 你说为什么要杀了他 小姐 老爷已经吩咐了 在不到杰铺冠军之间 您不能出去 你所说的事了 有人提醒处理了 来人 好好的看住小姐 是不是福国 小姐 请你不要为男人属下 福国 这件事你要处理不好 我跟你们一门 我带着小师弟来参加武林大会 因为这个岛国人 给一巴掌拍死 现在还养业要杀了我 你他妈的耍无赖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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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无赖 那耍到你竟然是真不要臂联的你 你们都看到了 他们打死了我的小姐 骂我 我只是无赖 是道不顾人心不够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明明是他们两个 联合起来传统好谋害我呢 没错 这就是他们天气门的诈骗手段 两个人合起过来 用这招在江湖上逍遥撞骗 看他到底是死没死 醒醒醒 小爷真是 小爷怎么办 我们打死了人 先不说陆家会怎么办 就家主不会原谅我们 我这不就是退了一把 怎么可能会死 我的功夫虽然是假 可小师弟的龟西功可是过真假事 敢欺负我们师兄弟 玩得死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赔钱 你要是不赔钱 我就把这个视频公之于众 让你身败名裂 八十多年前 你们导活人在我大厦南城 攻下八十万民众 拒不认账 至到如今 你以为我们大厦 还会像过去一样任人宰哥吗 你 我说呀 我是 你先行事宝 喝 我赔 你要多少 五 五百万 五百万 这钱 五百万 这个卡里有五百万 钱可以给你 视频删了 要不然 我死 也不会放过你 大哥 其实我只想要五十万 你懂 我视频给你删了 你看 小子 我们走着瞧 哎 那个 多的钱 谢谢你了 给老子盯紧他 武道大会结束 我盯让他 什么不如死 嘿 哎 崔静敏 赔钱 赔什么钱 跟我有关系吗 咱俩的账一会儿算啊 武道大会结束 一死定了 看他们什么 看 咱俩 这 哎呀 那老外可真有钱啊 五百万啊 那是也不看看 接不到谁头上了 老子哭不死 跟他走 不愧是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啊 来众都够了 不知道有没有天之宗了 造主 还是倒帅啊 哎呦呦 茶菜 小人有 德差 欧星 没想到你这个 岛国第一武道 师家的少爷爷来了 哈哈 是啊 要是早知道 你这位古泰拳世界官 和你这个自由搏击世界官 我早说就不来了 来了 岂不是着孽 德差兄 你们德差家族第一 地车人 德差人物没了吗 我听说他可是你们家族第一武道的钱 若今天能与他教授 那这次武道大会之行 就彻底圆满了 啊 我姐姐 早就离家出走 人都不知道在 什么 离家出走了 其实 你们这人敢耍老子 完了呢大人兄 我刚刚坑掉了 就直接进来了 师父 这是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有卢家在 我们牵不起什么疯了 你不是说 这小崽子死了吗 多亏了德川兄那五百万 我把那五百万的银行卡 往我这小师弟身上一放 嘿 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重生了 这次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您说神奇不神奇吗 不神奇 你老了我的门都 德川兄 这是怎么回事 比赛还未开始 对 大象 若是我们贸然出手 多么 多么 二位有所知 刚才在门口 这两个狗东西 发生了一点摩擦 他们竟然假死 抗了我五百万 在这儿杀死他 陆家不会死 什么 假死骗了你五百万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没什么可说 打死他们 他们也算是白死 没错 德川兄尽管出手 若是要真正仗着陆家 胡作非为 我和小兄 绝对不会饶了他 你们两个臭老外 都管闲事干嘛呢 这是天启门的事 轮不着你们外人查找 小爷今天心情 赶紧消失 要不然别怪一会儿 不给你们面子啊 我告诉你 这位舞泰拳十七会 查猜 这位自由格斗世界 小人 没算个什么东西 可威胁他 这么猛的酷 虽然是 好 你姐姐归宫先走了 谁注意 哎 王哥 参赞舞蹈大会啊 小子 在我们面前撒完也就想跑 你真当我们是 是素的 哎 哎 哥哥 你练得好好啊 不好意思 此路不通 哥哥 哈哈 你练得也不错了 哥东西 本哨长这么大 只有本哨的姐姐 德川楼吻的细刷本哨 我要让你直到 细刷本哨的下子 德川楼吻 谁给你的狗胆 敢动我天启门大师兄 大姐 德川楼吻 谁给你的胆子 连我们天启门大师兄 都敢去 小亮 你说这龙吻是不是疯了 不让他去二天启门 就去干 德川家做大哨 不是啊 大师兄 虽然是解气了 但是又在找乎了呀 龙吻 哎呀 没事吧 你 你有点狗分了 这不让你加入天启门 那我连续 大师兄 放心 有我在 这里没人敢起 不管谁 你大师兄 我可没 姐 我根本没有欺误他们 是他们想 姐 你他我他 你是他姐 不好意思大师兄 因为我是从家里跑出来了 不得已隐瞒身份 还请见恋 不见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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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就是大虾的骗子 刚才装死耍诈 骗了我五百万 你怎么这么决定的 不是的龙吻 是你弟弟先仗势器人打伤了我 我们让他要道歉 他就还想杀了我们 不得已用归期公自保的 你 都是你干的好事 如果不是我大师兄 想隐瞒实力 你倒就被打死了 赶紧道歉 他这么厉害 让你道歉 廉慧师兄对不起 我不该正式欺人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 你年纪尚浅 之后出入社会啊 要记住人外有人天白云间 啥猜 小人有事我知道你 就凭你们俩三脚帽的功夫 你敢联手逼我大师兄 有种胜利才不是 我大师兄一个 能把你弄这样吗 送我 你送我 他那龙武是德川家说大小姐 为了他才敢骂我 陈师弟 可怜龙武不合理 是 你有所不知 我入室深休 弄了一个直播打假户子 龙武是我那的打手 就打假天启门的时候 他败了 我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骂我 我那公司 就是这帮废友给我搞破仇 哎呀 他斜风机比我头都大 你让我打他们了 你让我死 大师兄 他们都气了 咱们头上了 你还在说什么 骑就骑被我冲上了 德川龙武 原以为你是德川家族的第一舞蹈高手 很想到 是个怂包 自己不敢上台打 还要找个替死鬼 是吗 大师兄 你现在就和他们俩过过招 让他们见识见识 真正的事 哈 我什么资格上台比武 你又算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大师兄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这位可是我们天极宗的寿主 郑国龙皇的第一人大 乱 原来是天极宗少主 庆会想 不过我大师兄 有没有资格上台比武 他轮不到你这个少主 说三道四 你说我没死 那你问问天下的英雄 哈 天启门的骗子 没有死 没错 我神腿都身为天极宗 指向三大摩拜之一 想要上台比武 还需要搬动那种 千金中的乾坤地 以正实力 他一江湖骗子 有什么资格 与我等从台进去 就是他 骗子 我骗子 我骗子 看到了吗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影 天下英雄的影 二兄 你看来这个 崔建民的生活 是什么 我搞定是 我松住咱们 对呀 现在咱会 还是梦家的场子 这样进去了 生死难辽 只不过举个 区区 千金中的乾坤地 就是所谓的资格 你们也太废了 大师兄 上 把那钻顶子 举起来 让他们这些 没见识的东西看看 到底什么是资格 我没资格 如果无变无召 我是真举不动的 干 大师兄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你想隐藏谁 但举个区区千金中的乾坤地 根本不会爆了你真实的实力的 我会续这番小心 我装什么装了 我装 你是想让我装金做事下 可以了 我还没落天起 你就得到我师们的真传 怪不得师父说你不会跟着 什么真传 我得到什么了 行了 你得到 别装了 不过呀 你还是火候欠家 装给你注意 这这么多武力高手 不合适 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在扮猪吃老火 可他明明很有实力 为什么还要这样 难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真实实力 不行 我得想办法让他认清坤地 大家都听到了吗 这个人要举起乾坤地 而不是挪洞 大家要知道 挪洞和举起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在场除了贴几株 蛋少女 谁还能举起 就他 这资料 你们举不起来 那是你的废物 像依此剥夺我大师兄的残赛 就怎么还不够格 行 我不够格 大师兄 那个地 是我都用了家里的关系 特意为你定制的 偏看他唬人 其实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 是一刹的花火 你说都是真的 大喊你家 这是我 师兄的师妹 吃你死了 的 都不吓 好的师妹 我都吓他 师兄的装逼工 呃表演工人 您就敲和 本来 像在大赛之前隐藏实力的 可你们却如此夺夺逼人 他也只好让你们见识见识 天气 真正实力了 真的是够了 成为武权法世界冠军 能将乾坤的挪动分好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看 这小狗在输入我们世界 撑着 你们两个臭老外 自己举不起来就别在这丢人现眼 自己不行就给我滚出去 小笋刀死 茶菜 别着急 这毕竟是陆家举办的比武大会 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些 让他去举 滚出比武大会 这个地方 随便玩 区区楼椅 也妄想举起乾坤的 他要是能举起 我茶菜 跪下来 费他为师 我也跪 这个 可是你们说的 随兄 还有 刀比人帅之乱兄 你们 敢跟本少 捕一把吗 有什么不可 如果你举不起来 你就自断四肢 从我胯下 爬出去 既然 咀咒如此 那本少爷 陪你赌一把 不过是个区区小鼎 孙少爷 区区就不过 达兄 别冲动 吃不吃了 装 你要吃还是吃 就是这么多 就是君 小亮师兄 不用担心 区区一个千斤 中的乾坤点而已 对于大师兄来说 都是抬成 陈骗子 别默默唧唧的赶紧的 举顶 我看他是在想办法 拖火 好 其如我少主者 上千无路下地无门 段少主 咱们也别跟着蝼蚁浪费时间了 先把他打断 然后再关起来 想必陆家也不会说什么 竟是这小子 扰乱舞蹈大会的 去吧 崔师弟 大大大大 是少主 崔静明你敢 有什么不敢 啊 搬起来了 他真的搬起来了 他把乾坤一顶搬离地面一尺 千斤之力 他竟然真的有千斤之力啊 不可能 这 这小子还真有点实力啊 大师兄 果然先进来干事 德川龙国王 别高兴了 他只是把顶搬起来 根本没有用 对 哎 你说的可是举起来啊 你现在只是端起来了 就知道你不老实 看好了 这不可能 可人 这绝对不是真的 你这小子怎么可能会把千斤之力起来 好小 竟然 跟了我玩快 都吃了 虽然知道大师兄实力很强 但是如此直观的看到 还是太震撼了 龙武 这千斤底到底真的假呀 还是真的 什么叫他假的 千斤底真的是假的 我假人 我要怎么会 我假的 假的 你去杀的 假的 那你来试试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还是不要 我会说原名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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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师父说的没错 这五道单位都是那剧片子 我一辈子应让应嘴的眼睛了 比较还没看沈先生先额上我 这成 平手 你这 我知道你是打赌输了 不想跪下认师父 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和我吧你 我知道都是同道中人 你是掩护我那五百万 你就不用这样快起来 快 他想讹我 我知道你们眼红五百万 但是我有人知道和我 你给我做成那个顶是假的 是你用来背设我的 我知道你们眼红五百万 那个顶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这就过分 虽然那五百万 是你家的 你也不能跟他们和起伙的 收了 小子 扮猪吃老虎不成 戏刷我们在场所有人 现在打伤了人 居然还要杀人猪心 让我们勒索你 真当我们海外的舞者 好欺负不成吗 哎哎哎哎哎 住手 谁那么大胆 敢在我沐家举办的舞蹈大会中 咋也 住手 谁那么大胆 敢在我沐家举办的舞蹈大会中 咋也 带着小师妹的那个老头 陆家大风是福 福伯 这个是距离舞蹈天峰 舞王之星 福伯叫的超级强者呀 见过福龙 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回事 连我陆家的乾坤 一番在此 福伯 就是这个小子 从上面 把乾坤顶 扔下来 砸坏了 国外通道有人 福伯 我等不远万里 来参加你们陆家举办的天下第一舞蹈会 先是被你们大下的人羞辱 然后又被打成这样 这件事 陆家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小子 什么事 你像起门的一个骗子 好大胆子 敢在舞蹈大会上闹事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 对啊 你刚才说什么 说他将乾坤顶扔出去 伤到老人 啊 你 你居然将顶能扔出去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我这是你老公 你去当大事了 啊 回府老的话 我呢不是什么妖孽 我只不过是有那么一熊熊的熊熊实力吧 哈哈 不说话 我不足把神 我知道 那乾坤顶 能丢出去的人 在我大厦国 一个手 总能输清 就使这英俊 抛剑 此次冠军 别不愧 我入到庞帮人之事 哈哈 咱没有咱没有咱没有 好啊 不过 听您的意思是 这小子打伤人这件事 算了 什么故意伤人 这边是你们不让我大二兄上台逼我 逼着我大二兄 扔顶自证自己的实力 是那家伙没实力 非得接顶 怎么能怪我大二兄呢 大臣 之前 既然是你们引起 还要在这里闹事 别忘了 这里是大厦 允许你们胡来 我警告你 你们还是好好比赛 我要给自己找 太过 小子 舞者靠的可不是满力 待会上台 拳脚无眼 小心被打死 没人给你撑腰了 现在 我宣布 祖道大会正式开始 完了 这我第一场要是遇见这个什么查财 或者是那个什么 不天不天不天 不天不天 放心吧 大师兄 你叫个警官上台打 这里有我在 没 我 还得是你 你放心 你这样听几本的事 我远 回头对师傅 谢谢大师兄 你这样说什么气 你跟我上场 你跟我谁要留心 你自己 放心 他让少主我爷们 他的结果一定是注定的了 各位 获得比武资格的舞者 进行抽签牌号 投中同一号者 为一组 下面开始 走了几天弯路 现在已经没有赛格 他这么比武了 此心的目的 就是为了为大师兄 那喊诸位 现在 公司抽到一号 潜在伍者 上台进行比武 我今天 叫你借借借我的贴车 你 啊 呀 你 陈上 第一场 山沫 深吹中获胜 好 下一组 拿你啊 好 哎呀呀呀呀 大师我有我的手 厉害 哎呀ely 经过丐烈的绝出 我宣布此次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前三家 已经结束 那就是舞台权世界冠军 茶茶 天吉宗少鼠短浪 以及此次的黑马 天启门的臣民 我这实际玄奏都挺不厉害 老东西说的果然没错 来的人都那么像一群骗子 现在有臣民对待茶菜 进行最后冠军的角逐 开始 小子 受死吧 差不多 刚才下面说话 对 你手下留情啊 别打点 手下留情 休想现在老子就打死你 看谁还有人敢跟你说话 我你嘛 他绝对戴阴帽老鬼的吗 这我们怎么打死 黑幕绝对是黑幕 就凭这小子的怂面 怎么可能更进决赛权 小子滚下来 滚下来干什么 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个走后门的狗东西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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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你打他呀 你不要怕打他呀 打他打他呀 大师兄师父教育都是真的 你要相信自己打呀 打个锤子呀 你没看他选了戴阴爆吗 我怎么打啊 谁敢 这 不死见 这怎么情况 我怎么没事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在徐江生 是师父说的都是真的 找逼找我 看我不 不要 你小子 这怎么可能 太选世界冠军了 那小子一脚都危险住 大师兄 大师兄 我傻的师兄 能够也有大师兄 这番实力就好了 各位 雕虫小子 来一场 用写算了 追赛成名 不是福老 你才没有中途休息了吗 我才刚打完一场了 你就不要谦虚 你刚才 分明就别怎么用力了 把我说 是不是啊 就是 不是 送我来 没事 哥 你的刀是真用的 我以为是个帅的 不不 我也没武器啊 我怎么跟他打 哎呀 陈小友 讲的是哪里话啊 此次比武 讲就是自由禁忌 什么武器都可以用 你要是需要什么武器的话 我路加可以提供 我会个锤子的兵器啊 小子 既然你不会武器 那就别怪我欺负你 吃手空拳了 哎 这边 可不可以啊 浪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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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刀放下 怎么有话好好说 放下 你先入我室门 又稀少在场的所有人 你真以为你天下无敌了 你们最近是不是都眼红 我们天起门赚钱了 想额我们天起门钱是吧 好表演是吧 让你们看看什么 叫真正的祖师爷 来吧一刀不算 我这人怎么早回来 早回来早回来 早回来呢 这小子 还敢激入我 受死吗 大师兄快打呀 这是真的 什么真的呀 一看都是 原来真的 大师兄怎么过来的 过来啊 过来啊 不过来啊 不过来啊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 迎搏未步 不行 赶紧禀告家主 回 不是 浪哥 你把刀放下 论表演你演不过我的 枯萎无鸭回头是暗的 回你头的大呀 刀皮犯重生 你演技是吧 行 陈雷长 这不神的吗 你真没脸皮啊 这 是 天雷长 还不知道这小子身体里头 隐藏着多少物学解决啊 败 败了 天气动小宗主 就要败了 什么 陈雷长这么小 颜色在干什么 看来只有东方 记得强扯 这 师傅 出事了 受不受伤了 快来 陈雷的一五多大会 快来 快来 师傅 好嘞 冬天啊 最后 大师傅 回我了 好小子 天雷长已成 万法接通 可以天下无敌了呀 赢了 大师兄赢了 太好了 对不起 居然是小 我又有 我 这下好 我给它给一个我不认识 不对 大师兄是冠军 其实体定的事实 那我起不设计啊 大师兄 大师兄小生命来了 赢了大师兄你赢了 你赢了大师兄你赢了 你连端浪都打败了 本次舞蹈大会你就是冠军 小姐一个亿啊一个亿 财务外奏没听说别生长 没看到那端浪是运气不好 被天雷给劈的吗 那岂不是我们白忙活了 大师兄真是凭自己本事赢了 他会给你干啥 我自己几经纪念我还不清楚啊 那可是天降神雷啊把他给劈了 我还用来参加这比股大赛 我早赚钱了 哎呀你提前面想这些 还是想一想他怎么办 那一个亿都不够拍一个 放心吧大师兄 就算他们讹你 我德川家族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真的假的 你德川家族真的能帮我火中的一个亿的奖金 大师兄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是吗 还是你考虑 福伯 那我现在赢了 我说这就是冠军了 那我是冠军 是不是一个亿奖金就归我了 哈哈哈哈 好 现在 我宣布 此次比武 冠军就是 说了 秀德长旁 敢杀我天心宗少主 受死 师父 不是 小孩子打架呀 这打架了还叫大人啊 城长啊 音乐过界了 不不 瞎了你的狗眼 没看到这小子把我家少宗主打死 城大长啊 内台之上 手脚无弃 若有闪失 也是重大 只怪你家少主 既不如人 不怨他而言 放肆 就连陆千诀在老夫面前 也不敢如此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当着老夫的面 如此放肆 老朽虽说 算不了什么 但这次 是我陆家举办的舞蹈大赛 任何人都得按规矩来 现在 陈明是冠军了 这里头的事情 我想 城长老 我也不知道 你提醒了证话 各位 陆家这次举办舞蹈大会 其实 已在为陆家小姐陆琪琴 选序 什么 比我着欠 什么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这赢的不仅给钱还给媳妇 天下还有这种好事 不过我喜欢的那是小师妹啊 这怎么能 错了 可是少了 那么 老夫想问问在场的桌子 就凭这只无权无视的蝼蚁 还有资格成为陆家的女婿吗 没资格 没资格 陈天子 你有什么资格成为陆家的女婿 没错 我脸不同意 你陆家为什么不早点说 你早点说我聘了这道病 我要打进决赛 不算 这场比赛不算 冲笔 必须冲笔 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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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个个打比赛的时候 怂得跟狗似的 现在听着人家比武招进了 你们又来劲了 告诉你们啊 我是陆家女婿 你们想东想西 门都没有 好 再这些放肆 别怪不给你们面子啊 我先去 大师兄 陈明 你少在这里狂 我大师兄刚刚是被雷劈的 不是被你打败的 有本人让他养老子 你们再站一场 就凭你这狗喜一样的东西 还配当陆家的女婿 你赶紧下来 你是不是我打死你啊 你下来啊 你们上来啊 你下来 你下来 你上来啊 哥 哥 小子 这个局 不是你这种龙鱼 你可随便入 识相的 自杀谢罪 则老夫 让你生不如死 我现在是陆家女婿 您敢等我一个试试呢 是吗 那就试试看 老夫杀了你 陆武将 会不会认你这只龙鱼 谁敢做我陆琪琪的男人 小师妹 喂姑娘 小姑娘 你可知你刚才呵斥的人是谁 这可是天津宗大长老 你竟敢 他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可知道我是谁 陆你是谁 我没资格在成长老面前放 我没资格 收起你们的狗耳断 给本姑娘听好了 我陆琪琪 老家 politaơn天津的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一个门啊 你怎么过来了 大师兄我真是 行行行行 这都事我能意们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 唉不好意思啊各位 扇尔就是个神经病院跑成女蜂子 各位见谅见谅 哦我想起来了 他不是什么女蜂子 他是陈鸣的女师妹 天启们的女婉子 扇尔认出来 什么女�話 对 没错 我是做打假之文 女骗子 对 没错 我是做打假直播公司的 前几天这个女骗子就冒充陆小姐 多亏了福老 及时出现带走了他 没想到这次他又敢冒充陆小姐 不不 你还是惩罚情网 你看你看 你说你都被带走了 你还下去了动的什么 你看现在被人发现了吧 大师兄 我真的是 你真的 那个天气满 竟然找一个路人在冒充陆小姐 七嘴当中 哎 不了不了 您就大人有大量方的一妈 这他毕竟是我的小师妹嘛 而且我现在 不也是路加女士的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哎 什么一家人呢 在场的群修还没有同意 路加家组还没有点头 你说你是路加女士 你要不要脸 没想 你不能我当方官 听我说完 你一个江湖骗子 你有什么资格说 赶紧下台跪着让我们惩罚你 不不 张嘴 给我好好的张嘴 是 小姐 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辱骂我家小姐 他 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什么什么成 成你家小姐 不不 直播全程回发 我都看过了 是你把他带走了 他怎么可能是小姐呢 什么 我路加做事 还要向你解释不差 不用 不要 丑师妹 你真的是路加的千金大小姐 我要是假的 我还能安然无量站在这里 奔赴不勃吗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为什么不早 我倒是也想早说啊 你让我说话嘛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说什么啊 我又不是说不认识我家小姐 再说吧 我家小姐又没有开口 我不敢啊 啊 你不说你是 是 是抗笑的 真没想到 他原来就是路加大小姐 看来 天启门绝不像表面这么简单 否则路加小姐 也不可能会败出天启门 大师兄 也绝不会如此深不可处 路加小姐 多年不见 刚才没把你认出来 还请了解 想让我原谅你 行不过 刚才 你们家大长老 要杀我大师兄 我作为一个晚辈 你不能让他干什么 不如就由你这个弟子 代替他 给我大师兄 啊 不对 我的未婚夫 赔礼道歉 未婚夫 未婚夫 路加小姐 言重了吗 他现在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让我给他道歉 他也配 不是 道比人帅是浪雄啊 人家都说了我是他未婚夫了 你还在这 他不配 你这唇事吃不着葡萄树葡萄酸吗 中死 哎呀 这这这这这 少爷 你先调心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 鹿之女啊 老夫看在这小子是你鸿门的份上 刚刚的事情我可以不及 但 今天的五道大会必须重遇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他 真是比人强啊 这狗人的成坤 年轻时候就不是个东西 没想到 你现在还这么无耻 你还这么欺负我 除了你别逼我 否则下去我三个宿 你敢跟我为婚夫试试 你看老夫敢不敢 陈老 当我们德川家族不存在是吗 德川家子 怎么是要多管闲事吗 陈老 我可不是多管闲事 他 是我德川龙武的大师兄 他 是我的小师姐 虽然我也不赞同他们俩在一起 但是 今日你如我同门 我德川家族 你什么时候和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 成了同门了 这也就不关你的事了 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 德川龙武 以岛国第一五道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警告你 此事德川家族和陆家 送你进退 小子 今天没人能保得了你 啊 他难受 成坤 你过分了 爸 你终于来了 爸 就是这个死老头 不仅要杀你给我选的好几句 他还打我 你看你看我多脸啊 你 老夫什么时候打你了 救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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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学习 不要胡闹 我怎么工法学的可以啊 成长老 我看在你们天机宗 我看在你们天机宗夜宗主的面上 刚才的事情不和你计较 哪来的 回哪去 我陆家的事还闻不到你插手 陆家主 你当真要为一只小小的蝼蚁 得罪我们天机宗以及天下英雄吧 就凭你也想代表天机宗 也想代表天下人 你还不够格 还有 主道大会比的是正大光明 谁敢说我路千诀 不攻 你 大侠舍负 还真的威风 爸 啊 我都说奥天 谁敢说你路千诀 不 不 道国德川家族道国德川奥天 不 你爸到底是哪一名的 那你这说的也不行 大侠 你也要多管闲事吗 本家族可不是要多管闲事 就知道 我路川家族也有人参赛 单凭一个乡业村府 可还没有资格给我等的 势力的传人 称赌你路家女婿的位置 所以国德大会必须聪明 而且这里门口不是那些 无权无事 将和骗子参与 我们直接看着我 不是我平常呢 不错 路家族 做事后我等年姻 今日得罪之事 任你处置 但是话咱们得说清楚 想要成为路家的女婿 不仅得实力超权 更得家世显赫 一个江湖骗子出身 还远远不配 你们 你们要联手押我路家吗 这可不是押 而是就是论事 当然 你如果 不想重比 也无法 这是 实际观的 这些舞蹈大会 不是之前 你说不能让我们老一辈 叹养 实在不是 本家族也可以上去 你 说什么了 舞蹈大会已经结束了 冠军是我大师兄 你怎么那么分事 人物 你不要服 真是太放纵你 这里哪有你传话的分 你给我先去 爸 等我 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 是比人强 我成名啊 不过就是一个 积极无名的 无名小族 爸爸 这次 来这天下第一 舞蹈大会 也是出来讲了见识了 明白一个道理 这世界上 哪有什么 什么天下第一 什么公平正义 不过都是权钱勾结的 手段吧 小亮 我们走 大兄 陆小姐 德上小姐 感谢二位 再次不遗余力的帮助我 我成名 再次谢过二位了 这 老夫让你走了吗 这位长老 舞蹈大会 已经如您所愿重开了 而我也如您所愿 自行离开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们家少主 是因为你身负重伤 这笔账 老夫还没找你算 长老 咱们且不说擂台上刀剑无眼生死有命 浪兄 他是被雷电所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您还讲不讲道理 我们家少主 当然不是你 但他是因为你父生 所以 今日你必死 他因为我而伤 您正要我的命是吗 您还讲不讲道理了 道理 老夫用得着跟你讲道理吗 陈宽 我开心 你就是忌惮我大师兄的实力 之后 让你报仇吧 德川小姐果然是从 连这都知道 小子 别想着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的故事 老夫 信奉一句话 斩草不出根 口患已无穷 受死了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对我乖乖乖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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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龙皇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说老子 是人是鬼 你 你什么 你这个老小子 敢欺负老子的 谁给你的胆子 谁给你的勇气 谁给你的脸 师傅这么猛的吗 这还是咱们师傅 快快打我 打我 是真的 教练师兄 这 这 是咱们师傅 是 是吧 你说长相像 其他一点都不像 老东西 他本着老 不过是一时吃惊 才让你钻了孔子 你以为 你还是当年的赤沙风云的 债国龙婆吗 别忘了 当年你就已经被废了 现在 你还有什么资格 站在老夫面前 撑谎 我 郭师傅 竟然是打下上瘾的正国龙婆 托儿 为师 今天就给你上一堂真正的强者之课 所谓强者 就是心中无惧 目中无物 战中无敌 什么是比人强 都是屁话 他 是 是 大神龙 快去 快去报告 我们 他就说 我们就回来了 我 你 就去 马上 都到 你不是已经被废了吧 怎么还要如此恐怖的实力 老虎是碎了 捏死你这个老虎 还不是敲而易举 伯尔你记住 只要你够强 你一人便是山便是月 便是那独断望谷的惊天一剑 手握日月摘星辰 世间无你这般人啊 伯娘 这东西 这还是你吗 哎呀 臭小子啊 这什么场合 你不用装一次皮 就你这一条东西 把我抢个眼了 他刚才 这也不是你的实力啊 那要不要 对对对 对啊 你竟然这么厉害 那你为什么让我装这么多年孙子 因为我坑的好 他不是跟你说话 师父很牛逼 我教你的东西 是不是也很牛逼 是你自己不信 你的脸呢 啊 好像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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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都是我的好团 你们 没让我失望呀 师父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这么厉害 那是 师父 从来不吹牛 从来不吹牛 过师父 没想到您就是当年 哎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不过 倒是你这女娃娃 不错 我徒弟 你能这么的挺她 你 老夫收了 师父在上 请收徒儿一半 哎 好好好 起来起来 是师父 晚辈 神少天 来人 闭嘴 区区倭寇 手下败将 也敢欺辱老夫的徒儿 谁给你的勇气 神皇大人 数岁 可是小人 有眼无数 帮散了一个徒弟 请看在小人 女儿的面积上 宽恕小人的罪恶吧 你以为 如果不是你女儿在这里 你的命还在吗 是是是 可是神皇大人 手下留情 陆先诀 拜见郭前辈 小陆啊 哈哈 你很不错 没有欺负我徒儿 老夫 还愿意跟你成为亲家 多见郭前辈才 哎 齐齐 能成为你的徒弟 能成为 你传人的妻子 那是我陆家 冒清烟了呀 知道就好 嗯 你 你想干什么 你要想杀我的话 我告诉你 杀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婷儿 哎 臭他呀的 好嘞 好嘞 叫一个小背 如此羞辱 老东西 你也知道什么叫羞辱 你刚才羞辱小爷时候那威风劲呢 现在知道怂了 我呸 你也知道怂字怎么写 老东西 老东西 臭小子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哦 记得 他们也记得 记得死死的 只要我足够强 便是心中无惧 目中无物 战中无敌 只要我足够强 我一人 便是山 便是月 便是那独断万古的 惊天一剑 是若日月 摘星辰 世间无我 嘴翻着 你上手啊 刚才这是 小艾勒 什么呀 这 这小子的眼睛 就不让我这么高深的功夫 太 这 太可怕了 小雷 你偷袭我 不讲我得 不是我 我 我说我这不是故意迷信 好 道心稳固 万法接通 福尔 你已经无敌了 那就是说 师傅你之前教我的那些工法 那当然 以前教你的招式 你都能用 试试啊 哎呦 我厉害打成龙了 但是就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哈哈 师傅 老东西 酒上会 强行挥入实力 帮你赶了一场 现在武功尽失 别露透了 哎呀老东西 你想让我请你喝酒 你怎么不直说呢 你搞这一出你 走 咱们回去喝酒去 陆千诀 三日后 老夫为我徒儿和小琪戏举办婚礼 您 可有意义 没有 完全没有 你敢叛逆 你敢叛逆 也被取录 天机中的副总组 红一波 和二长老 为无道 师傅 还是不是 不慌 我先试试 看来还没有其他人 如果没有的话 就跟他们人不过 不是对手 真是假的 陆总组 少主和大长龙 全人都会打死 都叫他们干的 老二 先去给少主聊上 这里交给我 千万不能让他有事 宗主一怒 是 成何 少主 怒千诀 德川傲天 你们竟敢跟我大下的叛逆勾结 想把女儿嫁给叛逆之徒 难道 你们想造反不成 不 副总组 郭前辈当年已经被陛下赦免了 现在的他 只不过是武道高墙的书 我们跟他有牵扯 这不算造反了 副总组 当年的事情有过去 你们大下的陛下 都没有追究 追不追究 是陛下的事情 叛逆就是叛逆 你连改变不了的事实 至于你 是不造 你是否要一个大下开战 警告我们宗主 你到时候 不然会有人查你 师父 他们说你是反贼 这怎么回事 三十年前 大下天下第一帮派丐帮帮主 也就是当年的镇国龙皇 率领丐帮以及军队 联合天极宗和吴双宗三大门 共同抵抗外星 齐六 龙皇临时倒戈 信德天极宗宗主 力往狂澜 平息叛乱 龙皇重伤逃窜 这件事我也听过 侍候陛下 念及龙皇对社稷有恩 因此赦免其叛问之罪 铁文树人 请不利用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们相信 你是反贼 不是 师父绝对不是反贼 肯定是被误陷的 臭小子 对你问我 我管你是不是反贼 你要是反贼啊 我就是小反贼 谁欺负他们 谁干死谁 好小子 为师 死而无憾了 死而无憾 反贼就是反贼 狗人不遗憾 隔头的事实成性 怎么会遗憾呢 狗胡子 老夫当年率军出征 你们宗主趁机通袭 不想我重伤 胡我帮重 还污蔑说我是反贼 做笔造 我早晚给天井中换的 郭武器 你不觉得你 极力掩饰的样子 十分可笑吗 没错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老夫在给我的徒儿们解释 他们不相信我是反贼 是对我的信任和尊敬 我给他们解释 是想给他们一个交代 给你们解释 你们也配 老东西 三十年未见 我嘴还是这么一样 我倒要看看 这老东西的实力 有没有嘴硬 就凭你 你还不够格 加上那个老二的 还有你们暗中的所有人 一起上吧 否则 你们不够我出手 你还以为你是当年的无辜 现如今 你不过是一个快 反贼罢了 他杀你 牛刀 你还是反贼 你全家都是反贼 他打死你 老子竟敢跟老夫动手 不知死活 小梁 竟会隔山打牛 不怪我 没弱了 已经很怕了 没有什么说的 小梁只是被两种力量 冲了去心 你帮他调整一下 你安心应战 安心应战 伯伯计 你怕是得了老人痴呆了 就凭这小子 你没敢死老夫动手 这不知死活 一群反贼 竟敢砸伤我宗主爱徒 曾取宗主认定的爱徒之妻 受死吧 王八官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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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响入十八掌 老二 好了没 这小子你咋邪火 你死上 杀了他 总算稳住了伤势 不会是那老犯贼的徒弟 小小年纪 竟然在副宗主手上 摘上上方 以后若是成长起来 那就真没办法了 金人 你必须死老二 让我跟他废话 别说 别说 好 三变 五变 哇 怎么竟然是三变五变 哇 这么会我的招式呢 没用 臭小子 不可大意 他们这可是正宗的武林学学 不是那种表演的 画拳袖嘴 一变 二变 三变 四变 四变 二变 不是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小小年纪 怎么会是我们两个 组门副长老的对手 你到底是什么妖孽 我 上 胆八十岁 才五岁小孩 就你们两个老东西 别敢出口污蔑我师父 还妄想要杀我 你们什么水 不可能 前面不可能 降龙十八掌 坦光仪 每一个都是 职品 我 大半辈子的生命 死狼犯 羊羊都会了 小爷 我会来 不过啊 你们这种货色 是没机会见识到的 你 哎哎哎哎 还没给我师父出气呢 可别被气死了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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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反贼 老子 干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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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有烟雾蛋 不用了 放他们走吧 师父 为什么不追了 他们还诬陷你 一定要抓住 给您出救气 他们宗主 本就是神国龙皇 教训的一下就行了 如果闹出人命 咱们将隐屋宁日 师父 那你的冤屈就这么算了 这个日后再说 我不能出现太久 他们赶紧走 不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吧 总有一天 我会为我师父讨个公道 让你们付出代价 小琪琪 你和臭小子的婚礼 过几日再说 你先回家 哪里都不要去 师父 那你可不能骗我 这可是咱天启门 传宗结代的大事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还想着 你能跟臭小子 跟我生七个八个大胖小子 师父 还有你 你要先回家吧 跟你父亲好好练习 过些日子 和小琪琪一起回身门 是 师父 终于走 陆天绝 陈 陈辈还有何事 一亿奖金 到时候让小琪琪带来 啊 师父 你不让他们回去 师父担心天气中的宗主 这两天来走 是啊 这事情闹得这么大 以那老东西的性质 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师父 那咱们能打过他吗 为师 岂会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啊 不行 不过还得是你呀 看你这样子 你已经有准备 做什么 好 那是 不不 咱们得找地方 把小梁藏起来 带着他不安全 那 把小梁送到琪琪 或者小五那不就行 不行 上京市里 错综复杂 给他们我不放心 好 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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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小梁怎么了 快 快救车 师父 好 师父 快上车 师父 你最快的速度去医院 好嘞 一百八已经到目的地了 嗯 那是吧 一百八 咋了房着你呢 要淘汰啊 师父 我们这次 出来招姐没带钱 我们下次给你一千八千 不行 还准钱 没钱咋的 还能给我拉回去啊 行 大梁 大梁 下就下 我跟你说啊 就你们这种人啊 还想这种便宜 想多了吗你啊 杀你八百杀你一千 奶奶 推 大梅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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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嘛 要不要这么绝啊 喂 臭小子 别跟这种人较劲啊 赶紧找车 小梁快不行了 是 师父大师周快上车 小师妹关键时刻还得谁听啊 师弟上 我小时弟怎么样 还行到 还行 哎呀 我都不 那总统马上就到了 你说老大那弟子 他就这么能找到 那些反贼的下落 找不到的话 他从头盖得下来 咱俩可以玩大了 放心吧 大长老的弟子 那不是白入室全修的呀 这点事 还能吗 孙总统 二长老 过目击得把反贼的下落出来了 在哪 快说 他们还在上京 在那个 废 他妈的都是废物 见过宗主 你还有脸叫我宗主 一个破宗主 两个长老 还有宗内 两个最强的弟子 五个人加起来 都打过一个快死的老头子 什么就何用呢 宗主 不是我们没用了 实在是郭无忌 那弟子 太邪乎了 小小的年纪 竟然向叔叔 继续绝学 都领我 叔叔 这事真不能干我了 我都照的时候 大长老的想到他们 都已经被打成功伤了 他哪是过不期的对手呀 是不是 败了就是败了 你们自己找理由呢 人在哪呢 这点信息 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 可以上前了 小的 别告诉我 你在哪儿 亲爱的 他们在上京的一家五指医院 给予小腰治病 好 郭无忌 奉着好好的老鼠骨作 一一一出来掌事 害得老夫 大虾的计划失败 前后 老子就要给你 新账旧账 一起清算 此前面 竟然 百路 老夫要亲自灭了这帮 犯贼 好东西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小亮来什么 请我把他抱回来 就知道 你怎么不早说啊 跟你说有什么用 你能弄来上千万的医药费 师傅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们家有钱 区区上千万而已 这都不是事儿 你流浪街头 见人就败石 还隐藏身份 谁知道我们家是首富 这都是小亮的命 这些年 我拼命挣钱 眼看就要攒得差不多了 这小亮 为了给我出气 被力量把癌细胞给打散 直冲五脏六腑 幸运垂危呀 小东姐 你这么多年 看蒙拐骗到处口嗦嗦 原来是为了筹击小亮的药费啊 你以为呢 再说了 我那是骗吗 为师教的可都是真果的 哎呀好了师父大师兄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们还是赶紧想想 怎么就小师兄了 对啊师父 你之前不是这么浪黄吗 见很多时光 一定有办法的吧 哎呀 闹东西你快说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办法倒是有了一个 不过 这需要牺牲你 哎呀 什么 牺牲大师兄 牺牲就牺牲 你只要想要能够我做什么都行 我不牺牲前 谢谢你 我还没有女朋友 臭小子 这都啥师父了 你还想着这东西 我能牺牲我 我只能想一想 你师父 大师兄 都能为清小师兄牺牲自己 我还有什么不能做呢 而且 我说回来 我现在 你都已经是大师兄 都能用亲 谁说要他死了 我是说牺牲他得之不义的修为 失利 不过 也有可能 全部失去 也有可能 只是全弱 师父 看你这样子肯定是有办法 到底是什么你快说吧 此乃三花俱顶之术 就是将你的修为 达到小亮的底位 为他清除癌细胞 重塑筋骨 清洗精血 让他脱胎换了 欲火重生 老 原来你早有准备啊 一开始说要牺牲掉火 然后再办个关子 说只要牺牲修为 这牺牲修为跟丢掉命之间明显是牺牲修为 更容易让人能接受一些啊 你以后再给我耍心眼 我 师父 你心眼还真不 我 我不是怕他接受不了 换个方式让他更容易接受一些 走走走 别打扰你大师兄 哦 师父 你说大师兄能不能成功啊 不知道 那三花巨饼我拿到后就没用过 啊 书上说的有用呀 师父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更不靠谱啊 那没办法了呀 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只有相信古人成不清我了 好一个古人成不清我呀 郭无忌三十年未见 你居然相信古人而不相信自己了 叶无忌 放肆 取取反贼 指护本皇的名号 谁给你的勾来 哈哈哈哈 反贼 叶无忌 你当年趁我刚击退敌军 身负重伤之际 通袭于我 吾我帮纵 杀我爱将 如此上亲病狂 你有何颜面 说我是反贼 犯贼就是犯贼呀 四刀零头了 和到达一旁 好 老夫今天 就和你不废话了 小翠 上楼把那小畜生 给我杀了 往今日要 斩散除根 专注根 一个 彌性 啊 哪一只 看着 我我这 当番范不存在吗 嗯 你 站住 我那我想是你辛苦我這關在說 陸姐姐我看你是我大師兄未來的 媳婦我不想跟你動手 讓開 呸我陸姐就算是死了 你絕對不會嫁給那個男人 給你不用臉是吧啊 給你不用臉 小亮一定要加油啊 一定要喜歡 來我就還等著你一起的中文比起 師父那老東西走 你死吧你 不自量力 小亮你好好休息 我去告訴師父那老東西 三話句頂成了 師父 越老越是廢物了 不見 翻黃才用八成的功力 你怎麼就不行了呢 啊 烈烈烈烈 若不是當年用銀招 我一隻手 我打你八個 我犯賊 你很有臉皮 我當年 段家那小子 是你的首徒 師父 若是再讓你和陸家聯姻 滑下三大頂尖勢力 就都在你手裡 那我大夏 豈不是暗無天日 不愧是 當年的龍皇大 一眼就失破老夫的謀化 既然如此 老夫 更留不得你了 師父 大師兄 師父 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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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命 你一隻豬 也敢予日月正輝 不愧是料的 降龍師八 爭 爭 爭 哈哈哈哈 猫狗小子 傳說中的降龍師巴掌 也是你能釋出來的 真是自不量力 少無私吧 哈哈哈哈 你殺我愛徒 傷我長老本皇 就判你死碎 少死吧 師父 你 我回來了 你 鱸魚再多 竟然是鱸魚 放給我放給我 小亮 放給我 好好的 再挖拒點管用了 小亮突破了青森了 老公子 這小子 不愧是 一會他還得死 而且 他是因為你兒子 怎麼樣 記不清 想不能弄死我 弄死我 小亮 你別怕他 你現在體內有你大師用一半的功力 這樣搞東西 這打不過你 我試試 這 哥 能 你真行啊 小亮 快來幫忙 好好好 飯完 鑰匙 全高 好團 喝了什麼時候的老東西還喝飲料 臭小子 你忘了 我有後手 原來如此 多飯賊 你以為你讓這小子喝了能提升力量的動機就能贏我嗎 我能贏你一次 我吃 我們贏了 行 就憑你們這些鱸鱼也想贏本華我嗎 哥無知 你忘了當年本華的絕招了嗎 原青什麼絕招 內地下毒 哈哈哈 你下毒 你狗東西好狠的心啊 五秒之內 你們四個都會中血身亡 五 四 四 二 二 一 五 一 什麼情況 不是我突厥嗎 怎麼他突厥 怎麼可能 應該是你們本村怎麼能中毒呢 你覺得 三紅一個坑不會踩兩次嗎 就算你有防備 也不可能破了我的內地下毒 那就讓你死個明白 老團 把笑哈哈的包裝 給他揭開讓他看看 你 喝酒 老東西你又靠我 我說他為什麼不正呢 那不是怕你熟嗎 我無記好狠毒的信仰 用徒弟 你 毒 毒 我 吹 臨死前 還想調補我倆的關係 我告訴你 我徒弟 可是被我練的百毒 親 就這點小毒 我徒弟那可 哈哈哈哈哈 老東西你呀是不是早都知道了 沒沒沒有的事 哎 我想說喝的藥也是不是全是不一樣 你的身體 都是練出來的 練出來的 我欺你個鬼子 老東西給我幹死 哎 師父 大師兄 等等我 熱烈之后 郭小亮師兄 浴火求生 平安被來 快上去回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兄 謝謝各位師妹 臭小子 在這個普天同庆的日子裡 為師 再給你上最後一課 哎 不是老東西 你呀是不是又一課 怎麼可能 我要上的最後一堂課就是 從現在開始 就有你們的大師兄 教你們練功了 我自己還是個菜皮 我怎麼教他們我 可以 功夫都是永無止境的 對誰都一樣 臭小子 我在教你最後一招 那就是 華麗退場